今天我們這集會主要講述iPad的發展 iPad之中第一部iPad在2010年1月27日就有了 這就是成為蘋果公司上第一部iPad出產 亦都被明明稱為iPad第一代 其後當於發佈第二第三代 再稍後時間都要加入其他種類 包括iPad mini、iPad Pro和iPad Air 亦都不會廢除以往的名字就是iPad 即是現在有四個系列 第一個系列叫做iPad Pro 第二個系列叫做iPad Air 第三個系列叫做iPad mini 第四個系列叫做iPad 只叫做iPad第四個系列 不要問什麼叫做iPad 即是第四個系列就只叫做iPad一個字 那我們開始來了 這個就是iPad第一代 只是iPad系列裡面的第一代 現在iPad這個系列發展了九代 我們看看第一代 就是這個人發明出來的 是這個人給大家看清楚 史蒂夫假白師 就是蘋果iPad系列第一代產品 提供瀏覽網際網絡 收發電子郵件 觀看電子書 播放音訊和視訊 玩機都可以 其實iPad設計來最重要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方便大一點的屏幕 就不要像手機那麼小 你現在手機一般的大約是6.7吋 昨天講述話 這部iPad的尺寸肯定是大一點的 就算它這部沒有尺寸 有了有了 9.56吋 它會整個隔起來的 大約9.56吋 都幾大 打斜度 記得所有電子產品 都是打斜度的 不要跟我說打橫和打直度 不做準 也可能你長一點 打橫就會窄一點 可能你闊一點 但打直的就沒有那麼長的了 這個字字而言 總之打斜度 配合這部第一部iPad 出產耳機是9.56吋的了 或者 這部也有一個可以寫得更加清楚 應該是9.7吋 如果用正規來計算 這個應該有看錯了 就是那些高闊和深 所以昨天iPod touch那裡也說錯 沒有零點幾吋那麼細 成了比例出來 現在修正 其實應該是9.7吋 第一部iPad 其實算好的了 第一部 第一部有這麼大的機器 那時候iPhone只有3.5吋的 就是第一部 現在 iPad已經立即發展到9.7吋了 簡直是大部 那時候來計算 好像電腦那麼大 電腦只有12吋了 現在 當然不止 電腦已經整個15-6吋了 這個就是iPad第一代 方便一些人用來 做很多東西 就可以大一點 不用有近視 那它系統是iOS 3.2 末代是5.1.1 即是不能再升iOS 6 因為有限制緣故 接著 最初發佈的iPad 只有背蓋為銀色 即是只有一種色 選擇 接著進入iPad 2 我們來看看第二代 iPad 2 就2011年3月2日上市 好像 這裡寫 2011年3月2日 好了 iPad 2已經多了 可以有白邊 可以有 iPad 1 代只有黑邊 我們來看看iPad 2 代 已經有白邊 接著 作業系統提升了 iOS 4 也可以有好處 升到9 不是停留在5.1.1 有16GB 32GB 和64GB 有512MB的RAM 加上尺寸多個9.7寸 忘記看第一代iPad的記憶體 有256MB RAM的第一代iPad 如果比較之下 和內置儲存空間一模一樣 第一、二代 只不過RAM升了一倍 第一代有四分一GB RAM 第二代有二分一GB RAM 一樣儲存空間16GB、32GB、64GB 接著 看完第二代了 已經有八邊了 已經終於 亦都是WiFi版 接著 亦都有這些功能用 接著我們去iPad第三代了 發布日期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 這裏就有顯示了 美國 2021年3月11日 英國2021年3月25日 澳洲 一樣 香港2021年4月29日 這個不知什麽國家 11年5月27日 之後我們 就去第三代看看有沒有更加好 第三代 又叫新iPad 英文 又可以叫New iPad 這是它的名字 12年3月7日發布的 iPad第三代 我們不說iPad Air iPad mini 這些我們會 將會在其他影片裏再說 即是之後的日子 那也 看看那些儲存家會好些 極體 即是RAM數 已經是1GB 可以提升度 而且 一樣 都是16 32 64 晶片 Apple A5X 我們看回第二代的晶片 因為 剛才都忘記了 先看 第二代它就沒有寫晶片 我猜的應該 以Apple A5一樣 看看第一代是Apple A4 第一代可能就沒有A4 所以一代比一代厲害了 看看我們現在 跟著 第三代都看完了 差不多 發布日期一樣 有所分別 每個國家都會不同 看看它能不能拿到貨 有以下的功能可以用 一樣有9.7寸 沒有加大螢幕 然後我們看第四代 第四代 第四代就有這個Retina顯示器 英文叫iPad with Retina Display 12年10月23日有的 之後我們看 所有國家同時間 今次就沒有再分 就12年11月2 作業系統一樣 應該是RS6 沒有記錯的話 最多可以升到10.3.4 也有Apple A6X 也有1GB RAM 儲存空間多了 16GB 32GB 64GB 沒有變 多於128GB 尺寸沒有改變 1.9.7寸 不用知道 有加大 然後也有這功能 記住一件事 蘋果所有產品 不能插SD卡 之後 我們就去第五代 看完了 第四代 不是 看看它有什麼顏色 第四代 一樣 就是這樣 iPad第四代 這個就是iPad第四代 實體建的 頭四代都是 之後第五代 看看它如何 iPad第五代 尺寸沒有加大 不用指揮 1.9.7寸 18年3月27日 嘩 為何隔這麼久的一代 它之間已經隔了很久了 不是 說錯 不是18年 這個是下一代 第六代 應該是 應該 我說對 應該是 17年3月21日 17年3月24日 第五代iPad 和第四代iPad 是隔很遠時期的 我想說 一部是 剛才看回 應該如果這樣說 iOS6 應該如果這樣說 第四代是 12年11月2日 而第五代就17年 就是它 iPad這個系列 沒有發展 一直在第四代和第五代之間 一直都沒有發展 iPad這個系列 反而轉換了其他 可能iPad Air iPad Mini iPad Pro 這些系列 立刻就17年了 彈到它 一樣 最初iOS10.2.1 現在是15 有Apple A9 立刻到你之前那部 Apple A6 相差多遠 幾年後 亦都廢除了16GB 這個內置處住空間 可以選擇 一樣有128 但沒有16GB 因為不夠用 去到那個時期 有32GB 用128 亦都有2GB RAM 提升了 尺寸沒有加大 但可以告訴你 一約9.7寸 全部不會加大 這部白邊 亦都有指紋功能 中間這個就是指紋功能 即是你放在實體電腦上 放著它 它就可以開到 你自己設置指紋就可以了 即是Touch ID 如果在Apple世界來說 iPad第四代 還是沒有指紋這個功能 iPad第五代 立刻有指紋 接著我們看第六代 它發展成怎樣 之後iPad第六代 202 有Apple A10 Fusion 就不處理器了 亦都呢 iPad第六代 好處就是 可以有Apple Pencil 1的支援 即是開始去用Apple Pencil 我們應該會在幾天的影片之後 會講述一下 Apple Pencil是什麼 有什麼好處的 現在就不詳細講了 因為時間都不多了 一樣有Touch ID 如果你看中間沒有一個格子 那顆Homescreen的按鈕沒有格子 那就有Touch ID 如果中間Homescreen有格子 那它就沒有Touch ID 你要自己分清楚 iPad 2018都可以 亦都是103月27號有的 亦都是有RF11.3內置配備 亦都是Apple A10 64 委員架構 又有2GB RAM 廢除64GB內置處組 加兩組 132、11、128 RAM就有2GB 顯示屏沒有加大 一樣有9.7吋 不用指望 跟著 應該就這樣也是白色的 iPad第六代 不過可能你可以選黑色 多些色選 好了 我們有9代iPad 現在就去到第七代 我們 第七代 咦? 第七代有好消息了 第七代打什麼時候有的 第七代 就2019年9月25了 好處理了 終於 尺寸 那些人可能在這麼多年期間 都很期待它會不會加大 剛才我一直宣佈到9.7吋沒有加大 現在終於加到10.2了 但是 處理器一樣跟剛才第六代沒有改變 我們現在看回第六代 一樣是 Apple A10 即是你叫Apple A10 Fusion Apple A10 這些都行 它這個都是一樣 但好處令人加大了少少 不過那少少其實 可能你一般來說不覺眼的 咦? 作業系統用了iPadOS 那天我們就說了什麼叫iPadOS 什麼叫iOS 看來是一個星期前到 這個如果你要知道的 這個問題的 就要看回我之前錄的那條片 10.2英寸 英寸即是串 一樣 2019年9月25就有了 停產日期就是2020年9月25 賣了一年就要停產了 發佈是2019年9月25 停產就是2020年9月25 作業系統iOS13.1 目前15.7 這條假的 沒有更新 現在15.7 A10沒有改 儲存到家一樣 30搖128 RAM的人很開心 看到3GB提升了 順暢一點 Next iPad第八代 嘩 iPad第八代 10.2寸一樣 沒有改變 嘩 中了這個iPadOS15 不是說錯 這條其實打錯 其實應該是iPadOS14 於 其實目前15.7 在9月12日有的 發佈是2020年9月18日 第八代 看它用了Apple A12的處理器 即加快了 也有6核心 看看內置處理器 和RAM 先 RAM一樣3GB 內置處理器 應該沒有改變 32128 尺寸一樣 維持10.2寸 接著iPad第九代 目標我們來了 完結了 這條片差不多 說完第九代就行了 第九代的iPad 在2021年9月15日 於線上發佈的第九代 作業系統真是用iOS15 iPadOS15 應該 亦都配備Apple A13 亦都大它不好處 就是繼續支援第一代Apple Pencil 沒有支援到現在第二代的Apple Pencil 不好處 一樣都是實體鍵 沒有轉過輕足鍵 iPad九代九代都沒有一部輕足鍵 告訴你 之後看 A13 硬碟處處多了 就不是以往 上一代第八代的32128 是64256 但是沒有128 沒有中位數 尺寸沒有加大 不用考慮了 RAM也沒有顯示 如果要查的自己查 iPad第九代的Full Spec 即那些資訊 好了 有人接下來就說 有iPad第十代 不過未出的 現在到出那天 可能我會拍一條短片 來介紹吧 好 今天就說到這裏 拜拜